Hello 大家好 今天是2022年9月24日 明天跑10場賽事 百草二泥跑沙田 草地是跑C跑道 騎士方面兩大師傅都決陣 田泰安應該是休息明天 下星期三便可以復出 莫雷拉也有排 始終她觸及舊患也挺麻煩 會否真的潘頓獨大呢? 目前見到她騎士王都很熱 看看她的馬可不可以 始終有一隻加州星球十二分握手 愈無意外 今次又是我Calvin跟大家分享一下我的心碎 聽我分享心碎之前 記得訂閱星期二財物頻道 點Like留言分享 還有來我的Facebook專頁 KX本地財物頻道 還有各場深水 星島推介也有 事不宜遲 看看我會說些甚麼嘗試 既然有泥地玩 我就推介了第二場 五班1650的泥地 跟大家分享一下 第一隻我會喜歡選一隻一號的齊喜 其實上季我也有跟大家分享過這隻馬 當時我分享她的原因 就是見她神科比之前是有不同的 即是上力了 那隻馬就有一點力 始終她季未跑過那場 就沿途包尾 輸十幾個馬位 所以她從來做無力一真 這些馬 就抹了她 不知道是否因為馬房 想等她金貴才用 既然現在她是落斑 轉場 亦都轉配備 有個五檔 找一下馬雅 我就覺得可以試一試這隻馬 你看到她神科 其實單跳的時候都不錯 還有 雖然你看到她的貨閘 好像在後面沒有 即是她有騎進去 但都沒有甚麼小頭 但是她那貨閘就沒有配備 不知道會不會套了一個防山眼罩 給這隻馬 她跑下去會不會有些不同 不敢說 但現在你看到她排著五檔 有26倍WIN PACE也有6倍 我覺得這隻馬 既然落斑第一次轉場 我覺得是可以試一試 一號一齊氣 還有這個馬房 跟馬雅的合作都不錯 所以這隻懶的可以抠一下 第二隻就是13號的巴基用士 你看到她這隻馬上季大約12月至1月份 其實她是略有些表現給大家看到 這隻馬你說厲害當然不厲害 始終你說在田草1600可以跑到第三 雖然你說她是輸三個半馬位 但今次她轉過來泥地 休息了一輪 我想這隻馬本身是有點問題的 你看她中間都缺過課 但你看她試襲也不錯 潘頓也跟她跳過兩課 你說這個馬房拍跳 不要說拍跳那麼多 但這個馬房拍跳也是想幫這隻馬交代 你見現在119磅 潘頓也肯超磅騎 那你也是搏她第一鋪 這些馬要不可以 要不可以 如果這麼好不行的話 下次都不會再買她 而且你看看這隻馬 血統上泥地是適合跑的 既然她未跑過泥地 有些少少不明的因素 現在看下去大約6倍 倍率都恰可 我自己都覺得現在6倍是有少少偏熱了 也可以說這隻馬現在算是有點飛 潘頓很騎 潘頓很騎 就是她幕後的態度都是正面的 所以這隻巴基勇士 第一次轉過來跑泥地 看看好不好真的是泥地才好 所以這隻也要拖 之後再選下去 其實你就會 我自己就覺得這場馬都沒有什麼好選 在量度馬的時候 就看到這隻10號的慶萬家 這隻馬其實上季是一點表現都沒有的 暑假也減了7分 現在就28分 你看她那貨集就找到冒險東士 那貨集是三疊望空 直路也有比一下她 但我覺得這隻馬 在那貨集的走勢 比以前進步了很多 找毛顯東試襲 出去找楊明倫 那當然是好 毛顯東最近這幾次騎馬 大家可以想回 她騎那隻型男 又不拿位 騎那隻精明勇俊又不拿位 直路兩頭片 沒有位上 找楊明倫這些懶殺手 14檔 現在多少倍 15倍 即現在這隻馬15倍 是有票的 是有人買了她下去的 那就是駁她這隻馬的進步 而且你看到她的神貨也不錯 所以這隻馬 完全是一隻不明物體 她贏 我不敢說她贏 但她要進來2-3名 我覺得是有機會的 所以這隻10號的慶萬家 不要忽略她 這一隻 選一選 都選到沒什麼好選 選到4號的幸運勝區 其實都是尊重她的 泥地性能 以及今次排著的一檔 找中逆禮減10磅 看看這條泥地是怎樣 如果你說是 明天她是跑到第二場 你看到她如果第一場 泥地也是帶你放頭的 那就是試入幸運勝區 因為你始終這隻馬 她最首本的路程是1800米 以及她上季已經是2Win 這次選她 就是因為看她試襲都OK 拍那隻喜愛的視線都拍得不錯 1650就怕她少少嚴短 即是嚴短 但是你說如果13344 這隻4號的幸運勝區 都不要滑了她 所以這一場我會推介 看看有沒有一些懶的可行頭 即是1號的齊喜 13號的巴基用士 10號的慶萬家 以及4號的幸運勝區 講完第二場 我想講回第五場 四班千四米 這場亦都是我自己 在星島四的心碎 但是今天就看到 那隻8號的大地歡笑 就退出了 剛剛看一看 那個賠率 就看到那隻1號的天天得樂 奇怪 為什麼那個獨贏 會是8倍 位置是4倍的呢 雖然我現在錄音的這段時間 是8點晚上 沒理由這樣沒有飛法 所以我就想有少少變動 這一場裏面 第一隻說的就是 也是那隻2號 星運明雀 這隻馬其實上次開來日 他就在沿途包尾的位置 只有他一隻衝得最好的 但是他也是輸給那隻超巴馬 那隻維港智能 輸給那隻馬 輸三個多馬位 都沒辦法 這次田太陽就騎不到 換了中逆禮 減10磅 這隻馬 雖然有很多人會覺得 這隻馬在上季 給大家看到的表現 只可以跑到12米 14米 就很多人都會飛 這隻馬 但是其實我就覺得 你看一看 在這場裏面 那些對手是否真的很強呢 我自己就不太覺得 所以你說這隻馬 七檔要看騎 真的要考騎士怎樣發揮 那減10磅 那個戰鬥力仍然還在 而網絡賠率 有10倍 位置4.7 OK 抵薄的這隻馬 所以我仍然是繼續 這隻2號的星運明雀行頭 那第二隻想說 就是 改了 12號的紅中獵馬 本身就看下去 就是我看到他上季 我就在想著 他上季尾那一場 他就跑了第二 就是我初初讀馬的時候 在想著 會不會是其他馬的差呢 那我看一看 他就贏著天天得樂架 還有他上季尾那個 即是薩科戰的A難 他是屬於上半場的賽事來的 上半場的賽事 內難仍然是一個不利路段 他是唯一一隻在內難揣上來的馬 你看過那些什麼果然進 龍來尿 全部都是在外面蓋的 內難只有他一隻 在這裡揣上來的時間 做1分22秒08 sorry 不是1分 他是1分22秒22 我覺得這個時間 放在這一組裡 其實夠用了 老實說 但問題是十一檔 十一檔 看看騎士怎樣拿位 希望他仍然是有 他有一個真正的機會在這裡 那麼 這個集 都沒有什麼看的了 沒有望空 也沒有被馬群拋離 這隻馬現在十三倍 我覺得是可以搏一搏的 十二號的紅中列馬 之後就想說九號的御金寶 好老實說 御金寶都是我自己的筆記馬來的 他就在上季其實那些泥地賽事 他就是那場640 他已經試過放在前面 即是那場賽事 他就快步速 他就在前置馬來講 其實他不斷的 後來你看到他最後那兩次 都是跑到第四 跑1650泥地 1650谷草 都是跑第四 我覺得這隻馬已經試盡了 今次轉過來1400米 那你就參考一下炮子彈是怎樣 重大綁利對這隻馬都是好的 排著四檔稀威心 只有一種跑法 就是放頭跑 那如果你說 明天C跑道 是利放頭的 這隻馬擺前 即是搏他win是完全低搏的 那如果你說他是利後追的 就試一下聲韋明著 那如果你說是利前的 那就是把余金寶擺前一點 這隻馬 即是上季試準了 那第一場 即是今季 今季第一次跑 就過來1400米 都是 那個態度都是正面的 那現在都是十二倍呢 那這一場我都選了十倍以上的馬 十倍以上的馬 那十二倍都抵薄 那這一場 你始終擺在第五場 這些這樣的場次 都不方會簡單得去哪 那余金寶都要拖過去的 那第四隻呢 我其實在想要 要1號天天得樂 還是要13號的黃埔永勝 那但是你說 沒理由現在看下那個賠率 黃埔永勝 那個位置會熱過天天得樂 所以我就搏一下 13號的黃埔永勝 你見到他其實上次 跑一千米直路賽事 那這隻馬 出閘又慢 又跟不上 那但是你見到他這隻馬 比阿河要打下又追些 打下又追些 那他沒斷自己做到最快 做二十二秒六五 那一千米 可能嚴短 那馬房都立刻 跟他一跳就跳上來千四米 如果他仍然是做到 他跑一千米的沒斷 明天不當呢 希望呀 不要太厚 他用這個爆發力 在外面 如果來蓋 在外面一追的話 這些馬力是有機會 在外面蓋完的 所以這隻黃埔永勝 我自己覺得 它是有少少不明的因素 上次都76倍開跑 今次已經是有飛了 9點6倍 即是現在錄音這段時間 9點6倍 那看看明天這隻馬會 多少倍 如果他站硬這個 大約10倍這個倍率 我覺得是 有機會的這一隻 所以其實這一場都 少少混亂的 你現在看到那些紅衣震撼 你一當蘇紹輝熱滿 其實上次都跑適合 我自己覺得 找一下鍾液麗 現在找到蘇紹輝 變成雙重加磅 這些紅衣震撼不抵博 所以這一場 就改日改少少 2號的聲韻明雀 12號的紅中列馬 9號的余金步 和13號的黃埔永勝 看看怎樣出條飛過關 給大家參考一下 始終現在 有個好消息 0加3 就可以去一下旅行 看看可不可以 在馬會那裏幫補一下 始終現在機票都幾貴 祝大家明天好運 記得訂閱星期二賽馬頻道 CLS三部曲 和來我的Facebook專頁 KS本地賽馬頻道 各場深水稍後會和大家分享 祝大家好運 下次再見 拜拜 因為他做了贊助 聽星期二得道 可能都驚發 我認為 裝了VPN對你 可能都會有保障 尤其是YouTube上不了 透過VPN應該可以跳過 香港地區限制 用本台這條連結 希望大家支持 希望大家支持